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这不马上快过年了吗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道硬菜 电饭包,是油鸡 出锅香气四溢 好吃到舔手指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厨房小白,看一遍就能学费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是怎样制作的吧 平常做这道石油鸡 我都买半只,因为不够吃 所以今天花了半个月零花钱 买了一只 我们先将鸡给它用清水 清洗干净 把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给它清洗掉 里面的肺也要给它掏干净 洗干净之后 直接给它捞出来控水 洗干净之后 直接放在菜板上 然后把鸡美丽 给它割下来 也不要浪费了 留着给家里的旺财吃 把鸡脚给它割下来 我们再取几根牙签 在鸡肉上面 给它扎些小孔 这样更加容易入味 像这样全部处理好以后 给它放入大盆中 准备把葱叶 将它切成长段 再来切点姜片 切好 给它放到鸡里面 接着往里面 加入80克的生抽 再加入15克的老抽 然后将葱姜 给它抓捏一下 抓捏一下葱姜汁 抓捏好以后 把鸡外面和里面 里里外外 都给它涂抹上色 因为酱油的味道 比较厚重 所以其他任何调料 都不需要加拉 像我这样 给它按摩个三分钟左右 然后放一旁 腌制半个小时 中途的话 我们给它勤翻面 把料汁给它泼在上面 多给它浮抹几下 使鸡肉腌制上色 充分的入味 接下来准备半个紫皮洋葱 将它改刀切条 再切小块 切好以后 给它抖散一下 切好 给它装入到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老姜 给它切成姜片 切好 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大葱 给它切成马蹄片 切好和生姜片放一起 准备一块铁锅 加入小块铁锅 油热之后 给它润一下锅 再下入一把蒜子 然后洋葱也给它倒进来 稍微煎炒一下 把洋葱和蒜子里的水分 给它煎炒出来 炒至蒜子和洋葱 像视频中这样 温微起苦力状 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准备 这个电饭锅 往内边里面 加入炒好的洋葱和蒜子 再把切好的姜葱 给加进来 这是我们的鸡也腌好了 来看一下 已经充分的上色了 连鸡爪 都颜色非常的深 我们再把里面的葱和姜 给它挑出来 先把两个凤爪 给它放在电饭包里面 再把整只鸡 给它放到电饭包里面 最后再把个料汁 给它淋在鸡身上 扣上盖子 按普通煮饭键 将它煮熟就可以了 电饭包跳展以后 我们不要着急打开盖子 给它再焖个十分钟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满屋子都是鸡的香气 而且色香味俱全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在不烫手的情况下 给它取出来 接着我们用开水 给它烫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鸡 更加的干净卫生 吃着也放心 而且也不会有刀心味 再把包好的鸡 给它放置菜板上 把鸡分成嘴巴大小的块 这样更方便食用 剁好之后 给它摆一个漂亮的造型 再把电饭包里面的料汁 给它过滤一下 然后淋在鸡身上 一道好看又好吃的 饰油鸡就制作完成了 哇 看着真的是非常的有食欲 眼里春花烂漫 心里蝶舞风鸣 看完这个视频 会心一笑 嘴角口水之流 就是这个味 如果你也喜欢 就点个赞 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